爆发这种登革热的群聚的一个感染 连一个行政院长都跳出来 在提醒你高雄市长要特别的留意的时候 这个就是高雄市长你本身 必须要去检讨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韩国瑜不会那么笨 笨到说登革热发生在高雄 甚至到最后来爆发蔓延 对他来讲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他也知道这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被叮一下是好事 被叮一下好到的是谁 韩国瑜稍微没有面子 但是对整个高雄市民来讲的话 至少你整个高雄市政府 如果说你本来就开始在动 那被这样一骂完以后 全国的一个焦点 那当然对这样的一个登革热的防疫 在高雄市我相信会更加把劲 但重点就是说 韩国瑜他其实非常清楚 他任何现在市政上的任何的缺失 大家第一个会联想到的 就是你只笑许要酸中痛 到最后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韩国瑜当了高雄市长以后 今天产生一个一个国人 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对立 蓝绿确实在高雄 至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是最对立 理论上来讲的话 比如说这个瑞德 你现在就干某一个市的市长 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个刚开始都有蜜月起的 连在野党 我连都连你都连得来不及了 我们一定会讲说祝福你 你做得好是应该的 这样才不负市民的 对你的一个所托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任何事情 他就跟你讲就是因为你要吃午饭来 你看我我笑许要酸中痛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 过去韩国瑜市长他提过了哪一些政见 好好的去落实比较重要 你像譬如说 我最我从屏东在看在这个高雄市 屏东人也常常对韩国瑜讲了一句话 到现在都跟其他县市都一样很有感 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 我当初在讲说 一个市长任何人当市长都不容易让市民发大财 你退休的人 还是你都没做那个行业的人 你是怎么发大财 你今天高雄市你又多贪多少 我已经退休地了 我每天用一百七桌 向来做我也没发大财 可是当你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让民众觉得很爽 也许第一个当初有对民进党不满的原因在里面 可是既然你谈这个发大财 那发大财你就要把过去的现况来做一个扭转跟改变 可是有多了些什么 我没看到 我现在看到的新闻是 什么登革热爆发 什么整条爱河里面都变塞水 有时候说颜色会变来变去 你很难去想象说 以目前来看 除了韩国瑜个人的人气 还是那么高以外 那个高有很多的原因 像比如说很多空泛的政治语言给撑起来的 那可是重点是说 你到底落实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民众其实对一个政治人物 他长期来看的话 你要更上一个大位 他要的就是检验 你空有一些口号 但重点是说 你具体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你跟他说我发大事 不然你也做不够 没关系 你把我骗一下 跟他说两句 说我就要做这个 今天去打太极棍 阿波来打那些什么棍 都打人都好 这些少林武当打人都来 你至少要把这些全路讲出来说 我有这人我有这人 我有准备这么多菜要撒出来 现在不是 光降空泛的一个政治口号 竟然可以撑住这么久 所以我看今天的市议会这些 这么多议员讲出来讲 尤其是陈子忠 这一次我就对他的讲话非常有感 你就说鬼混的政治人物 让他下台 政党下台 那有点 今天你被骂声说 全国你最鬼混的 这个很符合 我不晓得南军的朋友怎么看 我看连那个谁 郭台铭 他都觉得现在台湾最腐烂的人 就是韩国语的 可能最有感的就是郭台铭 他觉得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成就一个红海地口是很不简单 除了你这个东来初算的一个叫韩国语 他每天都会问好人 他说到人气这么这么多 你怎么管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现在他今天讲的 讲了很多话 这些话政治语言 有没有达到效果 有 让他的支持者爽得很 可是同样的 那个事造起来以后 你再也开始要检验你 你说你这到底是做得到吗 你怎么说几百坡 说几十分钟 高雄你也没说一下 他高雄是不是他真的要落跑 我不认为他会落跑 他是把高雄当基地 不只是跳板 他也是基地 也是跳板 为什么 如果是跳板 那当基地的意思是 还要以后真的选总统 要兼任高雄市场 没有 不是 当基地就是说 好不容易打下来 你叫他死了 他就没有空 他抽算鬼了 他也知道他大选岌岌可危 以他现在在各县市里面 我看他的人气算高 可是反而在高雄市 他的人气没有那么高 为什么 韩国瑜很清楚 他再重新来选一次市长 他未必会上 可是那种好难选 那种政治语言 在全国各地 那还是很吃香的 所以他觉得说 反正我下次搞不好 高雄市长选不上 我这次反而是总统有机会 跟你拼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造成高雄市这样的一个对立 也许它是政治上的一个使然 可是他提供太多的素材 他提供他过去所讲的 没有办法去兑现 足弓来检验 让人家觉得是可以骂你的 你在骂韩国 因为人气高 当然会受批评 可是骂他的倒是都很具体 倒是都很实在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看起来现在是他在台湾 人气是最高 那看起来好像 民进党好像觉得 你哪里初旋 哪里内耗 人家会不会一直高 这个我们倒放心 国民党自己先杀一顿再说吧 好 国民党那是不是要 自己杀一顿再说 但是对于民进党提出来叫韩国瑜来请吃 市长 专委员认为不太可能 其实我觉得一般民众也都认为说不太可能 因为就算说你看这个登革热 现在蔓延的情况很严重 我们等一下请于凯浩来讲 包括你看这个高雄爱河的水质 之前还说这个什么爱河的水啊 是在吴敦一时代 大家就可以喝了 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 这样的颜色的水 还有没有电视台要找这个民众 去现场喝一下 我是真的很怀疑 因为那时候在喝的时候 还是成局执政的时候 所以我想问的是于凯 这个你认为韩国瑜会辞吗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因为他何必辞 反正又还没选上 也还没轮到是他 但是你说像登革热的疫情 到底有 现在有多危险多可怕 我看报上是说 高雄市的三民区的顶经理 跟顶心理都已经有案例出现了 于凯是不是刚好就是三民区 对 这刚好在我选区里面 其实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我就有听说有这个案例出现了 27号的时候 其实就验出说是 本土性的登革热嘛 是 就第四型的 那一直到 我后来因为就开始 那边的选民有在陈勤了 那我就开始去注意到这件事 可是我听清洁对他们讲说 其实市府一直是没有跟他们 把这个区域列为一个重点的防治区域 那一直是到5月31 就礼拜五的时候 才开始去做加强资深员的检查 那我们都知道 登革热最麻烦的就是 它只要有积水的地方 就会产生 资深 对 就可以开始温重 尤其是最近高雄开始下雨 下雨之后一定会有一波的疫情 这个其实我们在 我在四月初的时候 市政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过市府 这个雨水下水道的 那个泄水坡度不连续的问题 造成积水会有这样的麻烦 那那个时候提醒过他们了 可是 你四月就提醒 对对对 显然是没有做嘛 到五月 发现五月底有一个案例了之后 才开始 对 就是那个案例 其实是累积第二例 那结果它在 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五天当中又多了六个案例出现 都是在副顶经那边 就顶基顶经那边 那其实那附近除了一些水沟 也有在地的菜市场 那现在也确认说 可能他们这些感染的 都是有去过那个菜市场 是 所以那个菜市场的 整治本身就很重要 那我觉得 那重点来了 他们被盯了 那其他人也可能被盯 只是还不知道 对 他可能就是已经埋在那里 他已经是个炸弹 是炸开的也不一定 所以韩市长到六月一号 他上去台北 在做那个造势活动的时候 那一天才开始有 那个副市长带一队 开始四百个大规模 要去那边扫荡 他们都大规模扫荡登革热这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 陈旭市府时代 他曾经经过 比较大规模的登革热团 后来也找到方法去处理 他并不是说 大家一口气一起去扫荡就好 而是平时有没法 寄出人肉砧板吗 还是什么 人肉捕蚊灯 大规模扫荡 请大家来盯 怎么会是用这种方法 来防止登革热 其实那个应该是跨局处 要先去启动一个房子的平台 民政局跟环保局 这三个局处要先成立 那可能这两天 他被盯上之后 他开始紧张 说他今天下午 他说他要去那个县地看 可是我觉得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从5月27号上个礼拜一 开始发生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多礼拜 然后下雨也下了一个礼拜了 那黄金热期就是 登革热黄金热期就是 下雨过后的那几天 三天 他的支撑率最高 那所以现在有点超过那个时间 不过就是 我觉得韩市长他一过完以来的施政 就是一直抛口号 然后包含现在也没有人会说要去跳爱河 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现在还蛮想看高雄的局处首长 再穿一次秋比特装 然后去跳一下爱河 应该蛮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很可惜 就是他说那时候说 二月份 潘局长带了一票议员跟市府官员去跳爱河 然后说要打造以爱河为基础的爱情产业链 但是那时候真的就没有搞清楚说爱河 它其实一年世纪的水色本来就不一样 因为它在天气变换的时候 那个温度温差会造成藻类增生 或者是一些旋復物质跑出来 所以那个地方 它是需要长远的去爱河整治 一步一步来 就是污水下水道的接管这件事情 那结果他们那时候还没考虑这状况 就是说要把爱河当成爱情产业链的一环 结果现在没有人敢喊 因为一开始就搞错方向了 好会